男贼王伯和女贼王力 是一对爬切搭档 也是一对亡命恋人 他们跟随着师父辗转颠沛 居无定所 发现自己怀孕的王力 越来越想早日脱离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但他不知道的是 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同意 自己对师父的背叛 师父 师父 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师父 这两天天气冷 景区人也少 只有一个 您先收着 看名 看名我再还给您行不行 我再补上 师父 伸手 师 师父 伸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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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想跟着你 师父 你扔我这次行不行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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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下面的伺候你 你扔我这次 师父 我被扔到过了 我 王伯和王丽呢 他呀 被警察给冲散了 人冲散了不要紧 人心散了 那他就麻烦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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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脚都瘸成那样了 真要进来个人你是个吗 你哪扒了那身衣服 我要不扒这身皮我就回不来了 那几个公安把路都给堵了 脚好点了吗 来 秦迪 你说说你 年年崴脚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这也偷的 这也偷的 这买的 满大街都是摄像头 以后咱这买卖啊 难做喽 干吗啊 我自己来 你看 一说花钱你就生气 过两天我再也摸回来不就行了 我怀孕了 我他妈不想偷了 跟你说我要给孩子秦德 你聋了 秦德也得买奶粉啊 一天是贼 一辈子都是贼 再说了 我偷的那都是混蛋的钱 这就叫道义有道 知不知道 今天道 明天道 后天呢 大后天呢 等孩子生出来长大了 你还在这道上 让你忍十个月你都忍不了 今天要不是为你还那三万块钱 咱们能让警察给冲散了 你脚能崴了吗 傻不傻呀你 那可是人家看病的钱 行行行 怎么了 又疼了 动了 这还能动呢 你摸摸 不是 这别摸坏了 能摸吗 这能摸吗 怎么会摸坏呢 过来 有没有 所以跟你说要给孩子积德吗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啊 过来 给你看点东西 实在是没时间买了 实在是没时间买了 先借一个 就当求婚了 就当求婚了 行不行啊 给个表示啊 平常求都求不来 你今天嘴巴就吃了什么蜜了 过来啊 老天爷在上 我 王丽 他 王伯 我们俩今天结婚结成夫妻了 请你保佑我们一家人 平平安安 等孩子生下来 让他给您磕头还愿 那儿 给我戴上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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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啊 好事啊 哭啥 别哭啊 别哭啊 哭 咱以后要闺女不漂亮呢 明天上午十点 现医院要运检 别忘了啊 空腹憋尿 记住了吗 什么意思啊 咱今天没给师傅交份子钱 师傅不会饶饶咱们的 就算熬过今天那明天呢 咱们得做个了断 你把手机给我 干吗 举报我 你就没事了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肯定能判个缓 为了孩子 这事啊得听我的 去 把手机拿回来 快去啊 我看那通缉令上了 奖金还不少呢 估计够你跟孩子 花一阵子的 你刚回来前 我打110 我报案自首了 你这么傻啊 那孩子怎么办啊 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孩子 我还真没那勇气 等孩子生出来 你还是爸 我还是妈 咱们还是一家人 你的脾气我知道 我劝不了你 打着 打回去 说你不是自首 是举办 打 打 来不及了 阶队 按照 闭门 警察 是我 开门 师父 我听说王立最近喜欢吃素 我特意带来了素馅饺子 酒我也带来了 怎么 你们两个想站着吃啊 坐 师父 没给您交上份子钱 是因为 我跟他被公养给冲散了 我今天来不是说这事 我就不明白 明明到手的钱 为什么给人家还回去 得亏 我又把他给带回来了 师父 我跟王波没关系 都是我的主意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喝酒 这可是好酒 怎么 怎么 怕我 往酒和饺子里下毒啊 来 来 好吧 那就按照老规矩办 来 伸手 师父 我要的是他的手 我来 我来 师父 够我的吧 我来师父 我来师父 师父 我放在一条生路吧 求求你了 我跟着你 小兔崽子 我养你这么多年 当能耐了是不是 敢跟我动手了是不是 师父 王波 文丽 你快忙 就说我们俩们都是你举报的 王波 小兔崽子你 王波 王波 你开门 你开门啊 别干啥 DD ah 快 快点 能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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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换个大的 也一会儿 不 我 我去教醫生 我去教醫生 我去教你 我想 教你的大醫 我想聽你的大醫 你聽 我 你聽到了沒有 老婆 你聽到了沒有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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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了沒有 你聽到了沒有 我求你 一死一傷 就要救護車吧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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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李萍 郭振佳 谢谢助演学徒范甜甜 有请二位老师先行休息 谢谢 有请 别哭了 你是吧 这假的你怎么还哭成这样 非常精彩 秦浩 说一句稍微不恭维的话 我觉得依能晋演得太好了 我被他吸引得更多 谢谢李老师 而且依能晋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荧光幕上 他一笑大伙就想跟着笑 他一哭的感觉大伙想跟着他哭 谢谢李老师 可能是天生的 其实我这几年都在家带小孩 大概有十多年没演戏了 所以就是我先生刚叫我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他是疯了 其实我已经忘记演戏很久了 对啊 也没有想过要再表演 但是他就是一直跟我说说 你可以啊 你可以啊 其实我刚演完的时候 一下子真的有回到那个时候 好像当演员 就是还是真的很过瘾 所以我蛮谢谢我老公 我没想到十几年没上 就是没表演 第一次是我先生带我来表演的 蛮高兴的 谢谢老公 这次我应该表扬你一下 这次我应该表扬你一下 在这舞台上你们表演的 不是你们自己的夫妻 你们演的是角色里的夫妻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交流 互相的这种刺激 演得非常好 没有一点出戏 尤其是让我很感动的这一点 就是他说怀孕了那一点 然后反复的让你摸那个地方 而你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很粗心的 这能摸吗这个 你摸摸 别摸坏了 能摸吗 怎么会摸坏呢 快 这个点很能够表现出这个 男女之间对这个的认识 我觉得今天你们真的是打动了我 另外我想说说范田田 这个阅读也不错 那个疼痛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蛮真实的 也祝贺你啊 快出图了 太好了 秦浩今天真的减了个便宜 依能静的戏非常出色 谢谢陈老师 根本看不出十年没演戏 你不演戏 是一种遗憾 希望通过这个舞台 你要重出江湖 我就觉得一开始前面暗场的时候 依能静能不能先报案 把报案搁在前头 然后就在暗场 砰砰砰一敲门 一束光再给你 你再激进地去开门 他再进 这样就把前面就铺满了 因为现在你这个 我们一看见的时候 就匆忙间的门就开了 是我 他就进来了 都给我 也没看见你干嘛 我们跟导演讨论的结果就是说 因为我已经报警了 所以还有那一层的压力 所以就想赶快把这事情给解决掉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打电话 说我报警了 这个我自己去自首了 所以就想把那个重心放在那里 但可能就忽略老师说的 的确是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是没有解决 对 因为到今天就是开场之前 我们走边一边戏 导演还在说呢 就是我拿刀 开始我说剁我的 然后这样拿刀和他伸手 包括我看他起来 我在对师傅 这都是临时导演说 我们再加几个层次 要么这 太快了 太快了 看到我在台下看的 大部分是看大一幕 因为很注意你们两个的细节表情 我看你跟师傅下跪 然后急着先喝三杯酒 又塞俩饺子 表示你对师傅的敬意 跟敬畏之意 那个感觉好真啊 一气合成 紧跟着又为了护妻子 然后那个东西 我觉得那几个拍子 都是动人的地方 尤其看你吞饺子的时候 毫不做作 我都非常赞成梅瑞老师 给他的建议 因为他是一个太忘我的演员 所以有时候听到老师跟他讲 我也会回来跟他 嘚嘚嘚嘚嘚嘚 说你今天 你说这个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 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说 我真的对表演的审美 就是生活化 而且我觉得他最棒的是 他是一个成就女演员 最好的男演员 他永远甘于当绿叶 他完全可以把我的戏抢走的 说老实话在台上 但是他真的没有 就是今天我觉得静姐的这个演气 完全盖过了浩哥的这个 对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细节 就是他俩在演那个《求婚》的时候 就是静姐的眼睛里是有羞涩的 就他非常的甜内心 然后包括最后演完之后 浩哥把他一搂说 哎呀 都是假的 你怎么这么难受 这假的 你怎么还哭成这样 这太甜了 然后感觉结婚这么多年 还能有这么有化学反应 真的让我很羡慕 所以浩哥为什么会想到 要请静姐来帮你助演 他那天拿完剧本说 这挺适合你的 我说什么 他说这个角色 我说你开玩笑吗 你家刘若英演的都快入围 最佳女主角了 你叫我来演 你不是让我死吗 然后他说你可以 因为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他的人了 我知道他内心里面最想的是什么 我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就说其实 男人在外面挣钱 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你要女人出去挣 也一样能挣 我们两个同样是演员 他把出去拍戏的这个时间 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然后他要在家里面带小孩 所以我说我能答应他 能给他做的就是 完成他心里面的小小的梦想 或者尽量能够帮他完成他的 没完成的一些遗憾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所在 我想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46岁才有我女儿 我是一个47岁的高龄妈妈 当我女儿20岁的时候 我67岁了 当我女儿30几岁 最需要我陪她的时候 可能她有婚姻问题 事业问题的时候 我快70几岁了 我太珍惜跟我女儿相处的日子 我已经当过女演员 我很幸福 我当过我喜欢的官岛的女演员 演过我非常喜欢的角色 我演过侯孝贤导演的电影 我真的跟很多女演员比起来 我很幸福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嫁了一个我最爱的男演员 我跟我老婆求婚的时候 我到今天为止 我没送过我老婆钻戒 我也没送过她房子 我也没送过她什么钱 有一次差点买了 然后她说你千万不要给我 不要这些 没有我没给你买过钻戒 对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给她买过钻戒 来来来来 不是我老公小庆 我认识她那一年 她一整年 就没赚多少钱 真的 那是她特别不好的一年 因为她那个时候是 演戏演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所以当时她 真的一年就挣几万块 来啊 别客气了 好像站着不对吧 不应该是站着对不对 不是 不是